完美65集预告已经更新 十号以一己之力 震退十国诸王 拦在他前方的只有十九皇子 面对皇室正统血脉 十号并没有直接开战 而是清楚表达了来意 他之所以大闹皇宫 并非是基于十皇之位 不过是想保住十足基业 十九皇子对于皇位其实并不执着 他之所以拦住十号 不过是因为月禅仙子的受益 月禅出现的那一刻 十九皇子眼神中满是温柔 为了博取仙子芳心 成为傀儡又如何 但十号的出现 让十九皇子的眼神中 出现了一丝挣扎 十号未保十足基业 尚能站到如此地步 他作为十皇的亲儿子 岂能沦为傀儡 为了印证十号 是否有继承皇位的实力 十九皇子果断出手 十九皇子曾在百族战场 连斩49名生灵 以全胜的战绩荣归 即便是当年的大魔神 也未能做到如此 但十号的战绩同样斐然 交手数个回合 势均力敌 十九皇子额间骤然金光一闪 一头金色碧暗浮现在其背后 着力尺间 凶相毕露 十国的镇国宝树 已然被十九皇子演化到了极致 十号洞天齐开 一头紫纹巨鲁猛然窜出 两大凶兽对撞半空 苍穹几乎被撕裂 十九皇子最终还是被轰飞 我败了 终究比不过你 月产眼中满是恶然 不仅被十号的战力震慑住 同样也惊诧于十九皇子的态度 他可是三大鼓叫最后一张王牌 他若退缩 十皇之位必然落入十号身上 为保皇位 三教之人不再伪装 各大凶兽的铃声遮蔽了皇宫上空 静止朝着十号袭去 十号祭出断剑 十大洞天不断旋转 三教的宝树尽数被洞天之力吸收 十九皇子也幡然醒悟 为十号打开了中央天宫的封印 并降下结界 隔绝了三教之人 让十号能安心接受最后的传承 十号步入中央天宫的小事件 一条金色巨龙骤然拦在身前 这便是最为纯粹的皇道龙器 人皇宝座可不是能轻易继承的 十皇显然设置了一道考验 金色巨龙凌空怒瞪十号 在其眼中 渺小的人类宛如蝼蚁 龙躯一阵 遍地动山摇 皇宫大地都裂开了一道巨大窝口 面对挑战 十号从不退缩 手中的断剑金光大胜 周身神力全凝聚在了断剑之上 十号双手举剑 从头顶劈砍而下 一道金色剑芒 静直朝着巨龙斩去 巨龙并未被十号斩断 反倒被激起了无穷凶利之气 张开锯口 是要将十号彻底吞噬 十号好在身具昆蓬宝树 金翅一阵 顺西百里 才堪堪躲过了金色巨龙的夺命一击 想要真正震随着皇道龙器 还得从根源处下手 这股龙器乃是人皇印所散发 这方金银的小印 凝聚了十国千载气韵 得举国上下同济 以成神物 噪印的材料也非同反响 是以十国祖祭灵的遗退 打造而成 十国的祖祭灵 是一块打神石 在上古年间 就已经修成神明 成神之时 留下的遗退 便被上古石皇制成了人皇印 即便是小塔 也不敢吞下人皇印 这其中的因果太重 绝非现如今的它可以承受的 十号要想破局 还得靠自己 皇道龙器虽强 但并非真正的凶物 只要十号 能让人皇印感受到那份 守护十国的信念 必然就能通过考验 至于十号 该如何与人皇印沟通 或许还得靠他头上的打神石 毕竟他与十国祖祭灵本氏同足 应当会有一些独特的沟通之法 只不过 这只能等正片播出才能知晓 毕竟这一段的剧情 与原著相比 有所改动 自然不好 妄下定论